发生电力跳脱 有四列车被困在地下隧道 长达一个钟头 而事后记者查证发现 全长两公里半的隧道 竟然里面一具监视器也没有 而这一条文湖线是采取无人驾驶 又不断的出状况 学者一听到里面完全没有监视器 也认为真的不可思议 夜上又停摆 旅客一团乱 4号台北捷运文湖线 又出状况了 当时还有四列车被卡在隧道里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乘客才疏散 但这段期间 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 因为松山机场底下 长达2.5公里的隧道 竟然连一具监视器都没有 因为隧道段 一般旅客不会在那边活动 所以我们在设计规划考量上 就没有安装 文湖线的监视器超过1000支 但全都装在车站里监视人潮 长长的地下隧道却一具也不装 通车以来状况频频 负责管理的捷运公司 也曾经要求捷运局必须加装 但得不到回应 就连学者都认为不可思议 不管是我们的公路隧道 或者是我们轨道系统的隧道 这个如果再加上无人驾驶这样的因素的话 风险管理这个概念绝对是要装的 看看雪山隧道每175公尺 就有一具监视器 有人驾驶的台湾高铁 所有隧道的逃生出口也都装了监视器 目的都是随时监控车辆 还有人员的安全状况 这回文湖线隧道卡住四列车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但再不亡羊补牢 下回还能这么幸运吗 记者林郑武陈保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